新民主同盟的宗錦麟 歡迎各位網友 又來看我們在阿華TV的節目 有你同行 我是新民主同盟的鍾錦麟 在我旁邊有新民主同盟的副召集人 梁里 大家好 Fred 我們今天請了哪位嘉賓 上來我們有你同行 今天很高興能夠請到 令南大學的黃耀宗教授 來到我們的節目 因為大家都知道黃耀宗教授 其實在香港的政治論述上 其實都有一個很重要的席位 尤其是難得的 今天我們也是請黃耀宗教授來講政治 但是是免費沒有薪金給他 所以真的很感謝黃教授 你好 尤其是很多領南的校友 都相信曾經讀過黃耀宗教授 包括你和我 TOL214 這次有個寶堂 是嗎 是 最近港澳辦主任黃光雅 批評香港公務員執行強 規劃若和 就好像 蓋了公務員出身的曾蔭權一巴 是一個弱勢的地方 以及我們看到我們今年 七一遊行有二十多萬人上街 其實我們曾蔭權 我們經常說是一個弱勢的政府 那麼 Dr.Wong在你眼中 其實曾蔭權這個政府 弱勢到什麼地步呢 當然我想你剛剛提到一大段 其實可以起碼分兩道來講 第一道就是黃光雅 二有何指呢 第二曾蔭權政府是否弱勢呢 至於黃光雅主任是否弱勢呢 當然房間有很多不同的揣測 有些說公務員體制有問題 有些是否規劃有問題 有些是執行很強等等 但我覺得可能房間有一件事 忽視了就是他們沒有留意到 黃光雅講這段之前 跟著講了特首三條件 我想大家都記得 其中當然愛國愛港 另外公務員支持也是很強 另外當然廣大市民也要支持 還有商界也要支持 但配合他這次再講 公務員執行約和規劃約 其實我覺得應該跟那個 將來特首選舉有關 大家要留意這一點 其實他不是批評公務員 即是十七八萬公務員 而可能這方面 泛徐麗泰可能是對的 他可能批評以公務員背景的 但泛徐麗泰也沒有公務員背景 泛徐麗泰說黃光雅主任 可能是以公務員背景的香港領袖 明白 香港領袖就是部長 即是現界政府 現界政府 所以我覺得黃光雅主任在這裏 其實就向下一屆特首提出的要求 這個要求就是 麻煩你公務員 不要算那麼多 現在來說差不多十二三位 將來很可能兩三位 如果是這樣 其實可不可以理解 中央都希望 尤其是政治委任的局長 或者是一些政治委任的官員 其實都應該要多一些政治背景 好像某些政黨人士所說 要在香港發展政黨政治 其實中央是怎樣看法呢 我覺得有這個趨勢 即是說以香港實際的背景 以管治經驗的確是公務員最多 但問題是過去若干年 即是說公務員做局長 似乎很多政策都捧迫 在這個背景之下 我相信黃光雅提出 下一屆政府要留意 會否方便估票其中一個原因 我覺得他未必估票 但我覺得梁珍已經意識到這個 他跟著就說了 兩三日之後 他說將來公務員不需要太多 大家有留意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未來 隨著特首選舉的來臨 我想黃光雅還有招出 慢慢慢慢聚焦去某一個人 現在他將某些東西先踢走 即是公務員先踢走 即是公務員先踢走 為了將來有可能很少兩三個之旅 現在慢慢一直走 至於你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世政府 我想這個就很明顯 即是說你特別是 如果你比較曾蔭權 他2005年 就是上台到現在 當時強靜為止 那時候是70多% 現在40多人 更低於總計劃 另外過去幾個月內 派6千元 接著是逮捕記制選舉等等 全部都碰壁 你看到他 加上他現在所謂的 壁腳鴨政府 當然這是其他政治體制都有的 因為你那個任期就來遠 你多或少 有很多人都不騷擾你了 所以當然 由於這樣的弱勢法 亦都引致黃光雅提出一些東西 當然中央來說 當然希望下一屆是強勢 但怎樣可以弄到強勢 我想都 有助香港人去施殺和摸索 如果是這樣說 Dr.Huan 你的意思是 純粹是制度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 人和制度都有關係 譬如很簡單 首先香港政府的約勢 輪落到現在 當然頭七年八年 即是董建華時代 他行了很多所謂 比較極端的政策 你可以叫做極左 即是 削弱了當時香港本地政府的認受性 而這個極端政策 是指於什麼 2003年的七一大任 然後當然引致辭職等等 幾個官員辭職 加上他自己也辭職 譬如我舉個例子 為何極端政策 不受香港人歡迎 譬如一個母語教育 母語教育 在我們年紀夠大 我們知道 其實在靜民地時代 當時我們提倡母語教育 爭取中文成為官方 但進到回歸前後 其實香港的社會變了很多 其實香港的家長也變了很多 但當時他提出母語教育 以中文為主 受過語言 其實當時整個社會來說是不接受的 但後來碰壁當然 這個已經挫傷了 加上後來的 八萬五 還有大家都知道 董建華那幾份施政報告 提出很多個中心 中藥港交通等等中心 但無一實現 直至於他提出立法而失敗之後 整個政府是削弱了 而當時我相信 如果曾蔭權政府提出強制勵志 而中央加以輔助的話 我覺得曾蔭權有機會變為強制政府 但曾蔭權一上場遭殃就是2005年的政制 政改 政改他輸了 他過不了 這個對他亦是一大的挫傷 當然 此後 中央政府對於政制是拿得很緊 這個我相信 很多香港人看在眼內 特別很多政黨都知道 他是沒有份作主 這方面對於政府的威信有很大的打擊 知道他是不能自主 最低限度在政制方面 在經濟方面 國內又不斷輸血 或者自由行等等 雖然香港經濟 金融方面是搞得比較好 但由於其他方面所類及 使得整個香港的依賴性 對於中國的依賴性更加強 這也直接打擊了曾蔭權的民望 所以一直到現在 就變成一個徹底弱勢的政府 但即是很諷刺 曾蔭權上台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已經開始有些政治問責的官員 甚至他任內還有副局長 但好像政治委任的官員出來的感覺是 比董建華的時代 甚至沒有問責制的時代之前 更加次公務員 例如林瑞麟 或者之前邱騰華處理堆填區問題 很多問題都好像扮到我身不由己 究竟很多時候 問責制是有些缺失 制度上有些問題 還是甚麼原因令到政府都處處碰壁 我想問責制在公務員上加多一層 這個本身是不受公務員歡迎的 因為以往公務員可以直通C級官員 即是局長 現在通不到 通不到便 變了他們需要磨合期 但磨合期多久沒有人知道 23條立法證明 局長和局長 譬如梁錦松事件 梁錦松是徹底外離的 商界進去的 很明顯他跟公務員不合適 葉劉當然是23條問題 他本身是公務員出身 所以由外加來 強加一層高級人員 在公務員體制上 本身是輸錯了血 即是機膚本身是不可以融合 這種不可以融合 到曾蔭權體制下 曾蔭權可能已經看到這件事 所以他委任到很多公務員進去 而事實上當初來講是比較順利 因為他們的銜知是比較好的 因為他們本身是出身公務員 但由於剛剛所講的種種因素 到後期公務員為首的局長 亦都出了問題 因為他們經常政府約勢 你變得沒得談 終於引致黃光雅說了一番話 所以以後下一屆政府 其實你要留意當初曾蔭權委任 這些公務員背景的部長進去 其實當初市民是較為歡迎的 大家可以看到 譬如當他們委任副部長 副局長的時候 由我來的副局長 一般來講是比較市民 比較敗席 這個我們相信都很清晰 如果是公務員出身的副局長 可能就較為好些 市民的聲音沒那麼大 例如黃正文 以黃正文為例 委任了我都不知道 但其他人委任了 嘩 嘩 吵嚴巴閉 所以由這一點來看 將來 現在公務員背景的局長 副局長做得不好 因為弱勢 將來你說是否恢復外界人士進去 或商界或政界人士進去 我本身不是很樂觀 但其實如果我們看一般來講外國的制度 有很多部長 其實都可能是一個政黨的人士 他們都可能是政務官的輔助 其實都是外面的政黨人士 去主導 可以說是立法主導行政 其實為何香港在這裏實施一個類似的問責制 究竟是因為它改不改的原因 令到問責制失敗 還是在香港來講 如果要做一個政府的領導 你一定要先搞定公務員 你說得對 當然西方第一就是他們歷史內 第二他們幾乎是全部民主 香港是部分民主 以內歷史短 當然如果你真正殺行全部民主 那些特首選出來 委任的部長 那些人沒有選出來 但你又不是 特首是小圈子 加上委任的人 本身的政治歷練等等也不是特別好 所以這可能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 至於你說現在似乎 要是等歷史久一點 但與此同事可能有很多失敗經驗 不斷有失敗經驗累積 民怨似乎有很多 要是你推行所謂徹底民主 特首選出來 不知道我們有新之年 可以不可以 問題現在兩道都不通 第一道要時間很久 與此同事可能有很多陣痛 第二道就是全部民主中央卡住 北京不受狠 這似乎是死局 但如果他又是部分民主 可能是部分委任全港第一大黨成員 進去做一些局長 其實現在都有 好像蘇錦良 我覺得現在應該 在局限之下 剛剛說的局限之下 應該將局長的組織 或者求勝 盡量廣泛 延攬多些不同黨派的人才 例如你說民建聯 如果你是多些 你是第一大黨 多幾個部長 小黨也可以 尋找民憲一個 尋找民主黨一兩個 尋找你們也可以 但如果組成這樣的組成方法 會不會有一個類似聯合政府的結局 反而 但又會可能大家有不同的利益 尤其 Dr. Wang你所說 有民建聯 又有民主黨民協 民主黨和民協應該還是泛民 我們會不會在選舉的時候 有些利益衝突 所以令到局長的時候 亦會有互相競爭一些政府 有可能的 即是說 當然這個問題是有的 而且這樣的烏合之重 但烏合之重也有好處 你可以吸收他們的民意 即是說他們的追蹤 他們的群眾你可以做到沒有聲音 你進去當然你是少數 但問題是少數 你負責那一份 最低限度你可以扶負民意 明白 問題又不是這種組織 問題就說中央比不比 我覺得反而最大的問題是中央 即擴大執政組織 我覺得是解決我們剛剛所提出的 約勢政府其中的可行方式 我剛剛說的那種方式 先是真正的所謂政黨政治 當然真正的政黨政治 還要加入選舉 即不是說千二人選出來 我覺得應該是加重選舉成分 另外吸收不同的黨派進去 組成真正的聯盟 然後實現真正的政黨政治 但之前其實斬任權也有說過 有政府黨這件事 即是他說類似組成一個執政聯盟 親疏有別 用公務員和親建制派的政黨 我覺得他的構思是知道北京有底線 於是他說親疏有別 親民建人這些事情 他希望以民建為中心 然後組成一種執政的團體 但你要留意 如果你以民建為中心 行政部門吸收很多人進去 你亦都要在立法部門 你要控制選舉才行 即是說你在選舉方面 立法會那裏 你都要拿多數 如果你在行政部門可以拿多數 在立法會拿多數 你就一條龍 即是好像民主黨現在類似 雖然民主黨很多事情都過不了 但其實他很多時候是多數 即是行政部門 奧巴馬民主黨 你是國會 都是民主黨多數 這樣就較為通順 因為你兩頭通 將來會否會形成這樣 我覺得很可能北京的想法就是這樣 但北京會否給香港政黨政治 即是香港發展 即即即是民建聯主導之下 政黨政治其實北京會否都是 其實都反對都擔心這件事 會影響到組黨 即反而我是北京的話 我會想究竟民建聯 是否一個可以信任的群體 可以被香港執政 但問題涉及民建聯主導 已經是他們最親的團體 最可信任 始終不是共產黨 可能暗底 你不知道 因為基本上 老實說 你是香港的黨員等等 你不知道多少 你沒有人知道 如果你們讀一下歷史 即是我們年紀九大 我們讀過49年之前的民主同盟 等等政黨的歷史 你看到1949年之後 當然八大黨派歸邊 你看到很多八大黨派 在49年之前 他們的副主席 甚至他們的秘書長 原來是地下共產黨員 即是這樣 即是你南保 不知道是否現在正在做這些事情 畢竟中國共產黨 它本身的所謂聯合陣線 戰略等等 它沒有改變 它仍然是需要所謂統戰的策略 中共本身有三大法寶 即是奪敗國民黨 無選講得很清楚 無選我都看過了 第一是中共黨的建設 即是不斷整風 統一思想 第二就是解放軍 建設解放軍隊為主 第三就是統一聯合陣線 聯合陣線 就是將外面的人 分成主次矛盾 誰是我們敵人 是首要問題 誰是我們朋友 朋友是拉攏 敵人是打擊 現在在香港實行中 其實 是 實行中 所以 至於民建聯可否信任 我想他們自己知道 但看來 我認為 我的評估 就是北京會信任 民建聯 應該是 因為你橫顧這麼多政黨 它始終都是最好信任 對北京來說 明白 另外還有工聯會 是 工聯會 我想是 肯定是可以信任 因為它數十年的歷史 以及以前 中國共產黨 都是以公運為家 所以這方面 我相信 對它來說 應該是無問題的 明白 反而看到 這幾年有些不健康 就是因為行政部門 認受性太高 相對之下 民建聯他們知道自己 就是行政部門 認受性低的情況下 民建聯知道自己要選舉 就經常起飛腳 譬如亞運 這些都會起飛腳 是的 很多時候 政局又變得 好像不太穩定 或者它這種執政聯盟 都會不會有些困難 始終你那個行政部門 行政架構 你都不是有一個很高的認受性 但你的確有些 你的黨友 你要去選立法會 你很多時候 政策支持不了 其實 這樣會不會想到 好像很灰 去到2017年 真的有好選特首 行政架構 真的可以有一個 較高認受性 支持 這種弱勢政府的傾向 或者弱勢政府的現象 都很難有什麼改變 到時如果說 某一個政黨 不一定是民建聯 它可以在行政部門控制 同時在立法會選舉 它可以控制 變成一條路 那時就可以 可能克服了你的問題 不過 Dr. One 你所說 在立法會佔大多數 或者控制 在現在比例代表制之下 其實都幾難去做到 因為始終 比例代表制 其實 回歸之後 用這個選舉模式 其實有一個目的 都是希望 不會有一個主導的政黨 比例代表 雖然大致上平均分別的政黨 但你要留意 基本法是限制了私人提案 它要兩個功能和直選都要通過 政府往往很容易通過 所以其實現在 泛民慢慢都已經制不到建制派 其實現在他們的成功率 可能分分鐘超過九成 即是它通過這件事 多數都可以的 是 因為它是半數都可以的 半數都可以的 所以就是 你隨著泛民 即泛民本身要好好反省 和要保持他們的實力 否則的話 你的勢力只會愈來愈弱 譬如現在今年23名 即泛民 統稱23名 但之前26名 我記得上一計 沒錯 未來變成20 你便大鑊 否則權都沒有 所以在這方面 站在建制派來說 其實它現在立法會那裏 分分鐘它是有把握的 現在欠行政權它未拿好 明白 即是行政權你看到 現在基本上是公務員治港 所以我自己估計下一屆 即是2012年那屆 不知道誰做特首 出來我相信會有較多的建制派的人 是入住做行政局長 當然如果那個特首是較為會想的 以及希望整個社會較為和諧的 或者是反對聲音那麼多 他會拿一些商隔 即我猜他 即我當我是選到行政 拿一些商隔 拿一些公務員 我甚至會大方圖 可能給一兩個人給法民 但我主體是建制派的人 我相信加上我在立法會 基本上過半數沒有問題 三個人可能有問題 過半數沒有問題 但政府施政來說已經夠了 希望能夠暢順些 當然建制派 他都有先天性的局限 他要看北京免食 所以有些政策 萬一香港市民和北京有衝突 他們做甚麼缺捨 這個反而是一個問題 當然了 目前來說 其實北京和香港的 很可能不同的重點 或者一些基本的不同 可能很少 不是很多 可能95%的議題都一致 對北京有益 亦對香港有益 但另外5%是不知的 還要甚麼時候爆出來 不知 譬如很簡單 涉及基本法的 那些 Nomination Committee 可能有爭論 剛才Dr.Wong提到 泛民要保存實力 但現在好像面對著 一個泛民分裂的情況 我們又可以怎樣做 不如我們下一節再來 去討論 好嗎 好 又回到我們第二十二集的有理同行 剛才我們跟黃耀宗教授 討論到現在特區政府的一些 好像面臨一個分裂的局面 甚至譬如有些組織又說 因為政改決定而要追擊民主黨 其實Dr.Wong你怎樣去看 現在整個民主派的一個局面 究竟好像有些人所說 擴闊一個政治光譜 還是一個親者痛仇者快的局面 我也覺得泛民有危機 就是跟建制派 你說政府有危機 建制派可能沒有什麼危機 政府可能管治有危機 建制派其實它的勢力不斷擴展 你看到 譬如民建聯 超過二萬美元 泛民來說我覺得有危機 它的危機就不團結 即是說它沒有一個統一的領導組織 即是說大家都是組織 因為由於說民主政黨 每一個組織大家都平等 無論你多大 大家都平等 大家坐下來談 變了很多時候 泛民之間 第一就是對於基本的目標 可能有分歧 譬如說2012 你還需不爭取呢 即是雙普選 有些說可以不用了 我想民主黨最低限度可以放下 但問題是公民黨未必放得下 仍然想爭取 未來 譬如功能團體全廢 泛民當然是 覺得應該完全廢除 提名委員會如何組成等等 都需要談 這些是比較原則性問題 另外還有具體問題 就是策略如何選舉 即是未來有 起碼有區議會選舉 跟著特首選舉 跟著明年立法會選舉 都需要談 你現在好像特首選舉 派不派人 大家都爭論一段 民主黨就說要提名銀 但公民黨只會先搞議題 人選不重要 大家都不同意見 所以變成區議會 一個很艱難的戰役 大家知道民建在地區工作做得很多 還有他們的公聯會 民建聯等等 那些組織互相配合 加上有些貌似獨立的 而實際上可能是 親建制的人士也很多 所以 泛民在這個情況之下 如果再不團結 將來的戰役比較辛苦 很多 但如果是團結的話 其實應該是怎樣去團結 因為可能剛才說過 在比例代表制之下 你佔的政治光譜 可能是一個很少的部分 你已經能夠晉身立法會 所以有些人甚至說過 泛民沒有不分裂的本錢 他們主張泛民 可能要多線發展 多線追擊 盡量去立在政治光譜上面的位置 盡量去擴大議席 其實Dr.Wan你認為 如果就算是 泛民假設真的可以坐下來 大家談的 那團結的意思是 大家組成一個政黨 類似一個兩黨輪替的方法 跟建制派去撼 還是團結是單單就某一個議題去統一口徑 我覺得基本的議題雖如一致 但你在競選策略可以分數 那些我不當它是分裂的 例如你說到 在比例代表制之下 多張票可能 如果你計算得準 上兩屆已經看到 陳偉宜也可以 李永達曾經試過不行 2004好像不行 2008他算上來 例如這些就是 你可以計算到 如果你和你的地區密博一致 你可以計算到某地區 你是較為機會大的 跟那些泛民互相談 其他的政黨談 但這是很具體的策略上的分數 這是絕對可以談出來的 我覺得這些 或者一些 普遍的原則性的事情 我覺得盡量是達到一致好些 達到一致 然後大家落實的時候 因為現在香港 選舉都是重要的 講來講去 在這裏團結地談 和大家分佈某些力量 能夠互相適應 互相談出一個較為好些 妥協的結果 我覺得是泛民唯一的出路 否則你自己打自己 譬如有些泛民政黨 追擊某些政黨 我覺得是不必要的 我自己認為 沒有意思的 你追擊到大家都知道 你兩夫相爭 人家得益 正如200年台灣選舉 宋楚瑜和連戰鬥 結果 宋楚瑜欠陳水扁 其實有30萬票 1-2%之內 連戰230萬 宋楚瑜是360萬 但陳水扁是390萬 即多30萬票 如果兩個國民黨出來的人 合起來就500多萬票 同樣在香港的競選 我也要吸取這個教訓 即是說你盡量 一個泛民在那裏出了之後 就沒有出其他 當然這個又要談 說來講去 譬如如果A和B兩個政黨 A想出B 我勢力在這裏強些 我出的成功機會多些 A就讓步 如果A不讓步 兩個人會撞 人家出一個 你分散選票 你便會玩完 當然我知道我們旁觀者 講得很容易 但有時涉及具體的利益 勢力的分佈等等 我知道有時很難談到 但問題是 我覺得你不談便死定 談還有一線的大家共識的希望 明白 你看到昨天 即是我們節目錄影之前的一天 給中大亞太研究所他們有個調查 其實是指市民對一些激進行為的看法 見到其實市民一方面 對特區政府的滿意度 或信任度很低 或者覺得香港其實根本不是和諧社會 另一方面又對一些抗爭手法 其實是很有意見的 即是多特王 我知道你讀書的時期 去到八九十年代 或一直都有參與很多社會運動 和民主運動 即是其實你會不會覺得 當年會不會有些經驗 是應該在今天那裏重提出來 去令每一個泛民黨派 每一個從政者去反思 或者深思 我覺得當然很難類比 因為我參加過的時代有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都有的 但我覺得每個時代都 那些氛圍很大的改變 譬如你說七十年代我參加保調的時候 肯定是市威激進的 因為那時仍然都是六十年代的法例 四個人聚在一起便犯法 你幾十人聚在一起又橫額等等 你肯定是激進的 但那時為了做一件事 表達一些意見 你便不顧一切等等 那時相對來說 整個社會比較貧窮 好多人都沒有甚麼理會這些事 所以整個社會比較冷漠 我覺得相對來說 現在熱衷於政治 我覺得是相對多了 相對多了 但雖然相對多了 畢竟香港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 即它的經濟的賦予程度都幾高 這些社會都有普通的特色 就是人比較為保守 滿足於自己的生活的腐足等等 至於政治 雖然都關心 但可能你叫他做些比較激進的事 他未必肯做 所以似乎有很難吸引一些甚麼教訓 但我覺得這樣 反而作為一種政治領袖 即是運動的引起者 或運動的領導者 有事需要果斷 以及你不可以所謂吸引全部人 你只可以吸引一部份人 你必須有這個認識 正如我猜針音權執政團隊 你的政策只可以滿足社會一部份人 你不可以滿足全部的人 如果你滿足全部的人 就是民粹主義 當你說放6000元MPF是好的話 你就要堅持好 至於有人說 我喜歡拿現款等等 你就不需要理 你覺得這些人的批評 只不過是一陣子的浪潮 可能最後他想回以後 他覺得放6000元在MPF 仍然是好過拿6000元 但當時來說 他出於某種心理 他又是要抵抗你 你作為政治領袖 你頂得住這些抵抗你 然後堅持下去 可能慢慢就是平復 所以我覺得無論是甚麼時代 你的政治領袖 需要認識你是針對哪一個人 是果斷地採取的行動 不可以以為每個人都上級 當然 我覺得不太好 因為Dr. Wang 你其實對台灣的政治都很有研究 其實相比台灣議會上 香港剛才Ben說到的所謂的激進行為 其實你認為是否真的激進行為 還是香港人少見多怪 當然你說以激進類比 香港還未激進過台灣大約是80年代 或者70年代後期 因為台灣你要留意 他的背景就是 他的立法會是由大陸搬過去 即是選在大陸 1948年選出來 然後變成萬年國會 所謂 但到了70年代 那些人已經老了 很多人已經死了 於是 蔣經過在70年代初 他作為行政院長 他引入所謂的補選 補選 即是說某一批人 由於種種空缺出了 當時沒有民進黨 民進黨在1986年成立 當時叫黨外 即是說國民黨以外的人 組成一個團體 這些人叫黨外 黨外很多人是選到的 選到之後 他們在立法會當時比較激進 譬如說有個人朱高正 朱高正很激進 即是他扔東西 當時他們 事後他們都說 若干年後他們都說 其實當時我們想吸引傳媒主義 因為你傳媒拍攝 他們會扔東西 或者打人之類 電視一旦不拍攝 他可能會坐回那裏 明白 當然 我相信現在的社民聯等等 可能都有這種想法 即是說 因為他們都知道 特別是黃毓民 很熟台灣政治 所以變成他們 也可能有這種想法 換言之他想引起議題 是 引起議題 明白 當然現在台灣政治 立法會裏面 立法院裏面 時不時都有這些 比較衝擊的場面 都有的 是 現在衝擊的場面 很多時候 目標多過 或者是不單止想吸引傳媒主義 其實可能真的想搗亂 亦都有這個意思 譬如說 上一屆選舉是國民黨控制議會 國民黨 民進黨作為少數 總是要搗亂 其實你說引起傳媒主義 當然傳媒都會報導一下 但效果沒有以前那麼厲害 明白 所以你說激進行為 但你跟台灣比 但如果你跟英國比 很明顯是激進 但英國有這麼久歷史 但英國當然 你說跟英國主持的立法局 相比得也都是激進 因為當時是委任 委任 還有官秀 還有官秀等等 很多官員都在 所以 無可否認 現在的立法會 的確是 所謂融族化了 是融族化了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留意 一方面 泛民的言行有些激進 有些人 公民黨也穿得很漂亮 但你發覺 建制派現在穿得官仔骨骨 是 很少說T恤上來 特別是民建聯 是 這個很明顯是跟他 2003年 23條之後 曾慶紅曾經說過 就說要民建聯轉型 成為中產政黨 我相信他們的部署是這樣 有分工和公聯會 公聯會 王國興有時T恤 有時一件暖就出生 但你看到 葉國謙 或者 甚至 譚耀宗 或者劉剛 很多時候穿得很好 是 反而 反而 泛民 以前穿得很漂亮的人 現在開始隨便 有時不戴 穿西裝衣 就算了 女士當然 穿得很不上 所以你看到 反而 泛民是基層化 以前代表基層的 現在似乎中產化 現在似乎中產化 明白 我想指出一點 就是 香港人其實 在電視那裏看 議會議員等等 我覺得香港人是喜歡別人 穿得漂亮 是 這個是我的 會不會是 有種所謂專業迷思 是的 這個 你說得對 即是 他覺得你們穿西裝等等 其實對他來說 可能 他們是尊重你的 尊重你的 還有 當然 如果你是 美女 帥仔 可能更好 我想香港人 是有這種 形象 或者是有這種 想法 所以 我覺得 隨著 泛民的 基層化 所以 會不會在這裏 亦都失了 某些基層市民的支持 純粹是形象問題 都有可能 不單止是議題問題 不單止是內容 內容 有時 他們覺得 泛民沒有什麼 做出來等等 其他方面 你依著上的 基層化 使他們 可能 他覺得 你好像沒有了 你那種 氣質 或者那種 專業的 樣貌 等等 這些 明白 所以會不會 使他們 流失選票 我覺得 這個泛民政黨 可能都要留意一下 這也應該要考慮一下 要留意一下 會不會跟一些媒體報道 都傾向報道議會 花邊新聞 新聞娛樂化 有關 以前可能會有一篇 純粹是一個正程版 純粹很嚴肅地探討一些政策 但現在其實很多是花邊新聞 例如 誰要追擊誰 或者是誰的一些私生活 都可能會放上來 會不會 可能有 用一句說話 就是 立法會議員 由神壇 奏了下來 所以 反而令到市民覺得 其實他們都是 跟一般人沒有什麼分別 這個報紙是報紙組 我覺得你本身的尊嚴等等 其中一個香港專欄作家 陶傑 他經常都說 他經常在他的專欄 經常都說 英國走了之後 什麼化 他經常都說 其實我都看他的專欄 我都有同感 當然你說報紙融俗化 或者是花邊化 娛樂化等等 這個都有可能 但問題 因為畢竟 現在很多立法會會議 都是直播 你說直播不是很多人看 但可能仍然有人看 當然我可能是例外之一 因為我時不時都看 我有時看半小時 看小時 看看他們說什麼 而且你要留意 新聞報道很多時候 報竹來謀一剎 這個可能影響很大 譬如TVB新聞 最低限度你辯論的時候 什麼什麼答文 特首答文 他會拍的 一拍的話 如果你穿得很笨 或者什麼 立即給人一種形象 好像很不尊重 或者很理會 很示正 不示正 等等 你留意 我相信 建制派會穿得很示正 即是 是 西裝 不停之類 他們只懂得這方面的裝扮 不如我們又轉轉話題 我們剛剛講完 如何面對群眾 我們又可以 會不會談一下 泛民接下來 例如幾年的選舉 都應該會有政改 我們面對北京 是應該有什麼取態 是應該直接和北京談判 還是另一方面 有時有人說 破壞一國兩制 其實泛民在這個矛盾 應該怎樣處理 我想 基本上 以達首為主要對手 我想北京也都 自從那次之後 去年那個政改 直接和中聯辦 民主黨 踏成協議之後 我相信 未來 真正碰到的選舉 是實際上的操作問題 這個不需要和任何人談判 你們之間談判 可以的 另外 將來 譬如2017年 所謂有普選特首 普選特首 最重要的是提名委員會的問題 我相信主要對手都是特區政府 特區政府 特區政府 因為基本法裏面 撤在這裏 我相信 北京無可避免會捲入來 捲入來 我覺得到時看形勢 是 形勢可能緊迫到 特區政府又六十號主 當時 到時可能又要和北京談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2020年立法會 功能組壁的存費 同樣地 無可避免都涉及北京 所以 泛民整個形勢 我想都要隨機應變 最後都想問一下 Dr. Wong 關於接下來有幾場選舉 即區議會 立法會 以及特首選舉 你剛才也覺得 泛民如果繼續分裂下去 形勢可能很危急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泛民在接下來 有甚麼策略可以採取更多 因為大家都知道 區議會其實只剩下兩三個月時間 以及也有一些泛民的政黨 去追擊另一些政黨 這一方面 你怎樣看接下來 泛民在發展 因為大家都知道 政黨是一定要賴選舉為新的 如果你選舉都失敗 你政黨都可以接賣 我想各個泛民政黨 有各自的路數 因為這事是很具體的形勢分析 特別是區議會來說 千多票可以贏 還有大家都知道 超級區議員 會由今屆的區議會選出 提名 提名 所以變成特別重要 特別重要 所以我覺得 某個政黨追擊某個政黨 千萬不要做 我站在旁觀者立場 應該大家坐過來 真正確實地 和誠懇地互相談出一個策略 一個較為統一的策略 希望區議會來說 沒有再喪失任何議席 是 因為好像上次是114 是 114 114 區議員 將來特首要150 是 即是說 其實現在全部選到都不行 都不行 你加多36席 是 還有 正如 Dr.Wong你所說 因為可以提名超級區議員 更加重要 所以如果 區議會 是保不住 某一個人數 可能連提名權 都已經喪失了 入場權都已經沒有 入場權都沒有 所以 沒有啊 我們站在國外人 我們只有這樣的良好願望 至於 有些人強行要追擊 你怎樣 我相信 我只希望 他們以民主運動的 長遠利益為念 減少這些追擊行動 我個人來說 極之不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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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 收不收到 Dr.Wong所說的內容 莫益良多 今天很感謝Dr.Wong 希望電腦前面的網友 都可以繼續留意我們的 有理同行 多謝大家 多謝各位 再見